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举办的佛陀初转法轮的庆祝的会供法会 这是庆赞佛陀 是我们作为佛弟子 无论有什么样的发心作为来呈现 都没有办法去表彰佛陀的万德万行的 我们所有的加持佛法的利益 还有生命的觉醒 来自于佛陀就是常劫的 出示在这个五浊二世 普渡慈航来教化众生 这些感念庆祝是一个活动仪式 固然有它的必要性还有重要性 最重要的感念就是在日常生活的跟佛法的行结相应 你平常如果是重视佛法 觉得佛法的弘扬很必要 在日常生活都看得出来 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事 也都跟佛陀的教界是完全相应的 所以我们不但在庆祝活动 就欢天喜即利的 用各种方式来彰显佛陀的万德万行 日常生活的行持也是非常重要 弘法立身的事情希望大家卷起袖子 当作自家的事情 好好的去推弘 你不能光好像都是很推崇上师 上师这个奖经弘法很好很殊胜一直赞叹 这可能是佛弟子的修行 而你自己却没有努力的去弘法立身 对于佛陀的经教 没有广大的闻思修 还有深入的升起修学次第 这实在就是相当的可惜 今天以后好好落实佛法的精神 一个人如果重视三宝 我们今天都请在佛陀出转法轮日 佛陀转法轮就是讲说佛法 讲三圣的教法 普利人天 你如果重视佛法 应该延迟戒律 你看看你没有延迟戒律 对佛法注视的这种时间 它会造成它很大负面的影响 它会急剧缩短正法注视的时间 尤其是密法 一个受了共同或者不共密法的行者 这个密法是相当的珍贵 甚至有一法不传六耳这样的口耳相传的传承 以心应心的传承 当你接受这样的密法 你有相应的三昧耶戒要遵守 很多人接了这样的密法 本来你是没有资格得到的 但是有很多的福德因缘的聚合的状况 也可能是上师的慈悲 也可能是佛菩萨的慈悲 也许是你三番四次的齐请 要求来请法受法 这个密法传给你了 传给你以后 本来你是没有这个福报 没有这个资格 结果你受持了 你受持了以后 它有相属的三昧耶戒你要持守 结果你没有持守 你自己修法当然不会成 由于这样的密法 常常传承给不持戒 不清净 甚至是染拙的原重 这密法在这世上的加持就会减弱 所以我们在老一辈的 这些密宗的上师 我们听到的这些 相当不可思议的成就 正量 神通 感应 还有这个度众的神变事迹 在近代你会很少见 为什么很多的加持力 都被我们给坏失掉了 被我们的恶业给阻隔掉了 我们不是那种可以承受 殊胜教法的根基 所以应该好好地忏悔 过去欺负的通界 大家都耳熟能详 有四句 叫什么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这是过去欺负 共同的教界 诸恶莫作 诸恶莫作就是小生的别解脱界 为什么呢 小生的别解脱界 就是绝对不伤害一个众生 这叫什么 诸恶莫作 很微小的恶业也不照做 第二句叫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 就是大圣的菩萨界 自立立他的菩萨界 一个自立立他的行者 他当然众善奉行 从善如流 是不是 甚至呢 待受众生的痛苦 他也甘之如意地去寻持 这是大圣菩萨的精神 自尽其义 这是金刚密圣所修的清净观 如果有了诸恶莫作 小生的别解脱界作极致 大圣的众善奉行的菩萨界 再加上金刚密圣的清净观 清净观呢 我们好几次 各修都有去讲到 所以在这里也不用可贵的时间 再来重复可能时间也不够 所以过去其佛共同的教界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它就是三圣教法的精髓 如果能持守别解脱界 菩萨界 金刚三昧耶界 不取坏失 而保持坚固 清净 就是过去七佛共同的教界 所以第四句讲 是诸佛教 不但是过去七佛的共同教界 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界 十方三世诸佛一切的教界 共同的教界是什么 要他们延迟三绿一切 一个佛教徒以持佛界 为无上的光荣 有持界 从一个没有佛界的人 开始持归界 他就从法界的流浪孤儿 变成一个正性巨格的佛弟子 从他守了皈依界开始 所以判别一个佛教徒 内教徒 以及外道的 这个种姓的人 判别在哪里呢 有没有持佛界 一持佛界 他就是佛教徒 他就是佛弟子 他只要持佛界 哪怕只持了很短的时间 他也结下佛缘 将来也能成就 无上的佛国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